有个粉丝很喜欢我的油脂伞 他每天私信我 已经打卡三十多天了 他说没想到 是我让他养成了存钱的习惯 以前他从来不会坚持每天攒钱 这次因为一把油脂伞却学会了存钱 我听了好开心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坚持 我坚持做伞快三十多年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油脂伞 他不应该活在博物馆里 他是可以撑出去的 未来我也希望我的油脂伞可以走出国门 让更多人爱上油脂伞 有个关注了我一年的男粉丝 最近买了我一把油脂伞 然后他和我说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撑出门 因为他发现下雨天周围人都撑现代伞 他感觉自己撑油脂伞走在人群中会被人嘲笑 大家都拖了异样的目光 还有人说你这伞也能挡雨啊 于老师觉得越是没有人撑油脂伞 我们越要勇敢地撑出去 让大家看看 我们老祖宗的伞 他就是用来挡分遮雨的 飞移传播之路注定是孤独的 我也会经常一个人撑着油脂伞出门 所以你也大胆一点我在这里谢谢你的加入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